早上的10點05分 新北市衛生局辦的藥師服務獎 今天在新聞寺公布 現在是由許潮程序副局長支持 13位的獎者 有6位是在基層的藥師 藥群 他們從事社區服務 有很傑出很肌肉服務的績效 我們選出了6位 在臨床的部分就是在醫療機構 在醫院裡面 我們選出了5位傑出的臨床藥師服務的獎項 在這選拔的過程中 我們也在這兩個組裡面 我們發現各有一位非常投入藥師 工作領域非常認真傑出的個人的服務精神 各方面都很棒 所以經過評選委員的這個臨床過程 後來有選出了2位個人服務的特殊貢獻獎 所以總共有6個社區服務的卓越獎 以及5個臨床服務的傑出獎 跟2個特殊貢獻的服務獎 今年的機構的團體參與選拔 最後選出來是由淡水馬街醫院的藥劑部門 榮獲這個殊榮 所以有3個個人的一個部分 獲到肯定 另外有一個機構的藥劑部門獲到肯定 新北市政府俠內的整個藥士人員 總共有4000多位 將近4800位左右 那這4800位裡面 透過各個專業的機構團體 推薦到 可能有透過公會的 有透過機構推薦的 那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總共成立了11位的臨床委員 那這11位的臨床委員 有的是在醫界 有的是在腰界 有的是在法界 有的是社會的學者 都是其他公證人士 那透過這個公證客觀的方式 經過激烈的這個競爭跟這個評選 選出了這樣13位機優的這個個人獎項 那他們的過去的服務 以我們今天有邀請的 兩位得獎者來獻聲說謊 那像臨床服務的結出獎 我們永和更新醫院的藥劑副主任 陳立華主任 那他在過往這個擔任藥師以來 投入了很多藥師服務的工作 除此以外 他幫醫院建置編輯的第一本處方集 那這個處方集在醫院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就想像中 醫院的所有的醫護人員 想要知道什麼藥物 做什麼樣的一個治療 那他有什麼視音症 怎麼使用 服髮劑量 還有他的副作用等等 有沒有交互作用等等 像這個處方集是相對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對藥飾品質的把關 其實是一個基礎 那這個要建立一個處方集 這麼多的藥品要把它收集成一個點擊器 這個是非常辛苦 要花很多時間 那他透露了很多心力 協助醫院做了這個部分 讓醫院的藥師服務 練一個很好的技術 除此以外 各位都知道 其實永和更新醫院是一個地區醫院 那第七院要提供癌症的化學藥物治療 這樣的一個補起成功能力 通常能夠提供癌病的化療服務 大部分都在區域以上的醫院 可能比較有可能見識這種事 那永根為了提供市民 更好的這個化學藥物 癌症化學藥物治療 這部分 所以他們在成立法主任的規劃分容 這個認真的一個付出之下 也提供了這個 我們新北市民 在永根這份提供在裡面服務 那除此以外 我們另外一位 今天有來到這邊的是 獲得今年特殊個人獎的特殊貢獻獎 那他是在我們雙和醫院的 林燕營藥師 那今天也有他們的主任 秦志陪同他一起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他個人的獲獎的心得和經驗 那 藥師他過往除了在臨床作業服務以外 他致力在像交互病房跟醫師一起去查訪 做很好的醫師跟藥師之間的一個交流 這樣一個工作 那其實這部分在很多醫院 在做臨床藥學的課工作 其實也不見得做了那麼整個一個紮身 那這個部分 除了他投入了很多心血以外 他也幫忙醫院的這些交互病房 做了很多跟藥物有關的一些標準作為流程 或是一些藥物使用上跟醫物之間溝通的指引 那這部分都顯示出他在臨床藥學這部分的用心 那 堪增藥師服務這部分的一個表算 那 新北市政府我們透過這樣一個選拔 鼓勵 也 把這些機優 有服務的這些熱忱的這些藥師 不管在社區 不管在我們的大型醫療機構裡面 那透過這樣的選拔 也肯定也鼓勵 更多我們的藥界 藥師朋友 然後一起為我們新北市政府 一起努力幫忙 新北市政府的 新北市的市民 一起為新北市民健康做訪問 那這部分應該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也受到我們的一個感電 那我們今天有邀請兩位得獎者 一位是特私貢獻獎的得獎者 鼓勵語藥師 那另外一位是在臨床服務 結出獎的部分 是有陳怡華藥師這邊 等一下會跟各位先生說法 呃 理事長要跟各位媒體朋友 資格易碼 來 邀請理事長 呃 剛剛是許超晨許副局長 在藥師服務部長的支持 請大家及會 Aladdin 全部都有 搞不好 注意 看來 我們有 både 過分 這裡